系列报道 生产线上的中国 今天我们将目光转向生产线上的工人 企业的转型升级 生产线的迭代更新 一线工人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位一线技术工人 中国一众的冶炼工张航 测温 测氧 添加制剂 守着超过3000摄氏度高温的钢水 这是张航每天都要面对的工作 记者刚见到他时 他正拿着粘扎枪去观察 钢渣的流动性和含氧量 主要是看一下钢渣中的氧含量 因为是要把钢渣中的氧含量叫最低 说起来容易 但操作起来却要面对诸多考验 当然会有害怕 因为我第一次 想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火花事件的场面 包括钢叶在崩出来的那种火花 其实还是有些害怕的 在车间师傅的鼓励和指导下 几个月实习期下来 张航慢慢适应了现在的工作 而在这之前 他曾在哈尔滨度过大专 也在北京和天津做过销售 没有什么太大目标 觉得就是今天挣了钱 明天就花了 都是这种感觉 为了寻找他所追求的成就感 张航选择结束北漂 回到奇奇哈尔老家 看到我父亲来接我 来车站接我的那一刻 我觉得我父亲头不白了 然后我觉得不应该在外面漂了 应该在家落地生根 看着父母年纪变大了 觉得想为家庭承担一份责任吧 不仅要适应环境 还需要具备足够多的专业知识 张航告诉记者 随着企业生产钢材料 品种能力的不断加强 它需要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 才能分清各种制级的添加比例 这对账航来说都是挑战 就是我们铸造的钢业吧 怎么说都是在国家工程上去作用的 我觉得是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这份就是精神吧 让我能一直坚持下去